13号北京官方通报 北京市新增4例确诊病例 对1940名市场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在新发地采集的517件样品中 有45人咽喉世子呈阳性 另外在海淀一处农牧市场中 发现一例阳性 是一例新发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12号北京官方通报 丰台区新增两个确诊病例 他们都是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的员工 其中农性员工5月29号 从北京出发到山东青岛多个批发市场 以及农贸市场进行食品检验抽样 6月2号返京 3号到8号 他到淮柔区万兴农副市场 以及苹果区东四区农副产品市场 还有丰台区新发地 顺义区石门市场 朝阳区松鱼东离市场 以及东城区登市口大街超市 等6大批发市场执行食品抽检任务 9号感到身体不适 北京那个病例来到过 鼓这个农贸市场 又战停营业了就疯了 他已经期间疯了很长时间 之前是写金了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 这次突然又疯了 说是他在农贸市场转一圈 然后走了 他介绍了很多人 12号下午上述市场 有的全部暂停营业 有的半停业 其中新发地牛羊肉大厅暂时关闭 11号西城区一名确诊病例 曾多次到新发地批发市场 13号当局出动 大批武装人员封锁该市场 周围小区也封闭了 不断有救护车出入 还是要开学 然后现在又根据这个情况 暂时延迟一下 连续出现确诊病例之后 12号北京市教委通报 暂停原定6月15号小学 一二三年级返校复课 暂停校外培训机构 恢复线下课程和集体活动 新唐人记者雄斌 王一真采访报道